Good morning Our home is perhaps the most important place in our lives And there is a lot to manage We reimagined it from the ground up Starting with the underlying architecture So it's more efficient and reliable Especially for homes with many accessories Boo 咋 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的Wave Tech 蓝科技 我是Eric 就在刚刚Apple放出了iOS 16的更新 本次的更新当中有一个 Tiny tiny little bit 关于Apple HomeKit的更新 就是这么一小点点的更新 可能是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Apple HomeKit的更新 首先我们能看到Apple家庭App的界面 经过重新的设计 最顶部我们可以看到配件的分类 这里有环境 灯 安全 扬声器和电视 接下来是摄像头的卡片 当然最多支持4个摄像头的分屏 接下来就是常用 以及各个房间的配件 如果对顺序不满意 这里也可以点击更多按钮 拖动排列各个卡片的顺序 新的卡片需要点击设备的图标 来快速开关设备 如果点击卡片的其他部分 就会进入产品的详情页面 在这里就可以控制更多产品的功能 锁屏也可以添加小工具了 可以快速查看家中的空调温度 有哪些灯开了 以及家庭的其他信息 除了UI外观的变化 Apple这里还重写了Honky的架构 新架构不仅支持更快速的响应 链接更多配件的时候 也不需要长时间的等待 还会支持今天稍晚推出的 全新Meta智能家具协议 不过很可惜 iOS16移除了iPad作为家庭中枢的支持 原有iPadOS15的iPad中枢 只要不升级到新系统 仍然可以继续使用 但是在iOS16全新架构下创建的全新家庭 就需要一台HomePod或者Apple TV作为家庭中枢 去除家庭中枢的iPad续航有了较大的提升 这点还是不错的 如果你也顺带把HomePod升级到最新的16系统 就会发现Siri的语音反应速度要快了许多 Siri的语音识别也完全在本地完成 不需要像之前一样的发挥服务器上进行处理 Siri, close my curtain Siri, turn on nano leaf Siri, turn off TV Siri, turn off AC OK, the air conditioner is off 以上就是iOS16对HomePod的所有外在的UI更新 以及内在的架构重构 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 也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评论 如果喜欢本期的视频 记得关注点赞 如果不喜欢 也可以发给你最讨厌的朋友 说不定他会喜欢 OK,酷乐超玩 依然到底 我们下期视频见 Bye 我们下期视频